6月毕业季即将到来 但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不少学生家长担心毕业典礼取消 随着疫情趋缓 台北市教育局决定有条件解封 我们希望学校能够横走 这个毕业人数跟场地 然后用多元的方式 个别的班级 部分的班级来轮流 甚至包括穿插一些户外的场地来办理 同样解封的 还有台北市14家酒店和舞厅 实名制 两体温 戴口罩 酒精消毒等防疫工作 一样也没少 是否严格机查 通过审核的业者就能开始营业 但其他停业业者 如果没有副业许可 就擅自开门做生意 也将依法开罚 他们只要一开业之后 我们针对辖区援局 我们会以另外一个机查APP的方式 去做相关实名制的查核 那目前为止 在今天为止还会有一些检查 以及今天晚上还会上第二批制的课 疫情趋缓 在遵守中央防疫新生活的规范下 北市府陆续解封场馆及活动 希望尽快让民众生活回归正常 记者邮箱厅台北采访报道